考试的时候是一题就20分 所以其实它的那个占比还蛮重的 那这个第四类的话 基本跟那个第三类我觉得还蛮像的 只是说它里面的话就是会多一些像常用的控制 这个也是一样 控制结构其实就是if啦 if else if再一个else 那其他就是条件判断等等的 那第四类的第402题 里面它叫我们做什么 不定数回圈 所以如果你看到不定数的话 基本上它应该意思就是叫你要坏了 不确定回圈的次数叫不定数 那固定的次数的话就是for回圈 那最小值也就是你要把那个 它可能输入一堆数字 输入完之后最后结束 结束值是当它等于9999的时候 就离开回圈 所以呢 这个999就是当值发生 也就是说它如果是当它不等于999那就进入回圈 那当它等于就离开回圈 大概是这样 所以999有点是那个坏回圈的后面那个判断 所以你要第一个你看到这个说明之后你就要知道 大概会有这样 那等于就是让它不断跑 当那个值出现的时候 那你就跳离回圈 所以基本上的话大概是这样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数字 它等于是在还没有输入99之前的这些数字 我要比对一下哪一个最小 哪一个最小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比对一下 如果是最就是比哪一个小的小的留下来 小的留下来 那如果大的就不用管了 这边当然它没有要我们排序 不然的话如果说请按照顺序排列 哇那你可能这一题就非常就相对比较困难 不过也没有到很困难 反正你就把它放在串列里面 short一下再输出比较OK的 只是说这一题没有那么复杂 它很简单 就是当你输入一堆数字之后 然后它最后再输入999 比如说像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先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第一个我先把它input 比如说input什么 假设它29 enter 100 enter 然后再来是948 然后三起 反正这个这个大概你就是照上面输入看看 那它也不完全一定要都跟它一模一样 只是说你要知道哪一个是最小的 388 OK我们照那个上面输入 388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9999 OK 那当这个值出现的时候 它要能够把这个值帮我输出 最小的OK enter 好跳离回圈 那就把最小的留下来 那这个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能够把这些值先输入嘛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一个input 那input的时候呢 它预设是自串 所以转型一下 转RNT 放在A里面 那这个A里面的值 第一个 当然我要能够比对出哪个是最小的话 那我第一个就是先把这个A的值怎么样 先丢给一个变数像mini 就跟前面有一题蛮像的 就是先暂存一下 那为什么要暂存呢 就是要比较 所以后面的话可能需要第一个用画围圈 判断是不是99999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离开围圈 那不是的话呢 就把这个值带到底下去做什么 比较一下 比较什么 比较它跟那个前面的那个值 哪一个比较小小的留下来 最后再把最小的那个把它输出 OK 所以底下的话请各位想想看 坏回圈 不定回圈 这个我想这一题应该 它基本上就是叫你用坏回圈 如果你用4回圈 基本上可能也没办法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当然你4回圈你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给它一个很大的数字 比如说给它99999 很大的数字让它一直跑 其实它也是 说得通啦 有没有 因为那个数字可能大到 你根本不可能用人工的P出现的话 那等同就无穷回圈嘛 只是说呢 当然考试尽量我们还是追求 比较好的那种写法 比较说你只会一招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不定回圈处 画面先还给 先试一下 底下的话就是请各位把那个坏回圈 第一个 你要先让它就是什么 让它可以当那个条件发生 什么条件呢 9999发生的时候就跳离回圈 那意思说不等于的时候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要判断说 不断的反复 进入到回圈 所以坏哦 其实前面我们是写坏哦 其实就无穷 如果不过你写这样的话 有个缺点 就是你里面还要再写一个一幅 一幅A 它如果是999 再break 感觉好像有点麻烦 你干脆 会变成要多写两行 那不如怎么样 干脆就在这边写一个什么 当A怎么样 它如果进入回圈的条件 是它不等于什么呢 不等于999 对哦 的条件 才进到那个回圈里面 那这个回圈如果说呢 进到里面之后 我们第一个先让它输入 输入一个值之后 先丢到一个mini mini这个值得是最小值 那为什么第一次要先给它 因为第一次 你当然如果你输入里 mini 0好像也不对 干脆怎么办 第一次就等于是最 第一次输入就最小的嘛 ok因为没有跟其他比嘛 对哦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比较的话 所以在这里的话 就要多一个逻辑 所以回圈里面要起一个 if的逻辑判断 if什么呢 if这个mini那个值 我们要比较一下 mini那个值有没有 是不是比较小 如果是比较小的话呢 那就帮我留下那个比较小的 所以当这个条件 如果它输入又输入一个值 输入这个值之后的话呢 如果这个值 它是比较小的 ok比如说第一次可能输入29 假设它输入29 丢进来 那29它当然跟那个第二次输入100 比一下 诶 这个条件哦 诶 跟谁 应该是啊 呃 它这个值 mini的值有没有比较小 如果有比较小的话呢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我们就把那个比较小的那个记录下来 所以如果说那个值哦 嗯 小于小于我们要就是原来mini 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个这个地方29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值什么记下来 如果那个值小于它 那就把什么把那个值再放到mini里面 等于a 把这个值给丢进来 ok 应该是方向 方向应该是什么 应该这样才才对嘛 也就是说呢输入那个值哦 比原来的mini还要更小的话 那我就把那个值给记录下来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让它再重新输入一遍 因为它已经输入一个了 那输入一个之后的话 再来哦 那再让它输入一次 输入一次之后的话呢 最后哦 假设说它确定是 已经输入999 那就跳离回圈 所以跳离回圈的话 最后呢它要怎么 帮我把这个最小的那个值给printed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printed 把mini那个值给printed出来 也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再来就是把那个相关的注解来续 如果每一行 尤其这边的话 回圈里面又要多一个 那个逻辑叙述 有的时候可能你那个 思绪啊 假如不见得能够跟上 不如你就是在上面怎么样 再加上一些注解 所以我刚刚顺便再把这个注解加上去 那这个注解当然哦 尽量就打你习惯的叙述方法 然后把这些分别再把这个注解加上去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ok之后就把它执行一下 那分别就把刚刚 那它提问要求的部分 分别输入一下 那就大概输入一下 数3 388 ok 假设啦 999 好当这个条件出现了 那它就离开了 就把最小的那一个帮我记下来 enter一下 ok 那如果输出的话是最小那个值 那表示应该是ok的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的话主要 就是用个坏回圈 条件放在这边 那逻辑的话就是当它输入之后那个值哦 如果还是比那个mini的还小 那就帮我把那个值给储存起来 那储存的话基本上 我那个方向记得哦 这个这个把它丢到前面去哦 这个其实这个等号应该叫负语啊 把后面的值帮我负语 或者是叫复制 或者叫储存到 把那个前面的变数里面的值给盖过去 那就是最后储存的就是最小的值 ok 那另外的话当然你也可以变化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就我刚刚讲的 我不是要取最小值哦 我是希望如果输入一堆 那最后那些值都可以帮我存起来 那存起来之后的话 再帮我排序输出 比如说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但是这边如果说 假设我们输入一堆之后 你要能够把这些值都储存起来的话 可能你需要学会一个叫list 不过list 好像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的证照考试题 里面会考到的应该是在 第六类 这边会用到一个叫list 串列部分 那串列的话如果说你要把资料 假设我们输入一堆 你要存起来的话 如果以前面讲的那个变数 单一变数你要存这么多资料 可能放不下 所以一般的话会放成串列 那那个串列的结构基本上很简单 就是一个中国阿虎 那如果说你建了一个空的这个串列之后 你要放资料进去 你可以用它有一个方法 叫append 打一个list append 它就会帮你把那个值给丢到这个串列里面 不过我想这个串列还没讲到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可以试试看 如果可以 想想看 或许是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值丢到串列里面 再重新排序输出 如果你是要一个 由 比如说由大到小 或由小到大的一个排列顺序的话 这部分也许可以想想看 我刚刚是402题 试试看那个 留下最小的 这个部分 402